G7工业七国高峰会即将登场 这将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第一场G7 白宫方面表示 拜登将会聚焦在如何应付新冠疫情上 而为了展现回归国际社会的诚意 拜登已经宣布将对COVAX挤注40亿美金 帮助贫穷国家取得疫苗 另外经济安全议题也将会是峰会的两大议题 而两者都与中国大陆有关 预料各国将会对大陆经济实力 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策划因应的措施 而在安全领域上 南海将会成为各国讨论以及合作的焦点之一 美国两大航空母舰打击群 集结于南海进行演习 就是向大陆展现美方推动印太策略 以及防堵大陆的决心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宣布 将在美国时间周四进行与日本 印度澳洲等国展开四方会谈 先前大陆官媒环球时报 曾经警告美国总统拜登 表示重整四方联盟将是严重的策略错误 但是显然大陆的警告并没有发挥作用 拜登用积极的行动向世界宣示 美国已经回来了 记者综合报道